那些人還沒出來就已經死光了 這一下好帥啊 不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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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上次是玩VRGame的時候 還跟大家說了我接下來要介紹一隻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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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發洩而有暴力的遊戲 我不知道拍不拍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大機會就中 用黃飆 我不管了要拍給你們看的 但記得啊未夠18歲 又或者是受不了遊戲裡面有血噴出來 又或者肢體會分離的那些 快點走 那為什麼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這隻遊戲是用真實去見稱的 物理引擎的都做得很好 所以裡面的打鬥都蠻真實的 對於一隻遊戲來說 家長記得不要給小朋友看 你們小朋友更加不好看 總之你千萬不要看 那我拍來幹什麼 給你們多3秒的機會 我來給你們 走了嗎? 還沒走快點走啊 開始 一進到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了你的人是怎樣的樣子 我一早就選定了 當然 這裡可以設定高度 譬如 它能感受到你的頭盔多高 譬如你跌高 噢,人就高一點了 譬如你... 嘩,很高了 進去你就糟糕了 因為身高是錯的 你看我的人 蹲下就不太好 正常高度 這個就是我了 嗨 我之前有一次很好奇 想知道如果是小朋友那麼高 那會怎麼辦 有一次會看到這樣 結果呢 你看到就是那麼高 進入遊戲的時候 就比較糟糕了 因為手是這麼大的 我是不會用這個姿態拍的 你們放心吧 正常高度可以開始遊戲了 先進入第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一眼都看完了 就是這個... 競技場的樣子 這本書就是用來選擇武器 你看到現在有相當多的武器 因為這遊戲本身 都準備得很足夠的 基本上什麼武器都有的 那現在我就去那本書那裡 選了基本武器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好了,大概基本的武器就是這裡 這裡就選你想用的武器 我喜歡用的武器 大多數都是這一把 這一把好用啊 不會太重 那選好劍之後呢 就可以叫人出來跟你打了 非常像真度高的 你可以擋那個人 你看擋不中就是這樣下場了 那你也可以用武器去擋 你夠薑的話 劍... 武器也可以擋格的 為什麼不斬呢? 我不敢啊 因為由我一斬下去那一下 這條片就很怕黃貝 我害怕 哈哈 這一下打得很大力 但是要讓大家看到 這個遊戲怎麼玩 我又不可以不斬 那現在真的跟他打了 哼,害怕了 那我殺了一個了 哎呀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多些不同的武器 啊,不是 哎呀,喂 搞到別人以為我很廢了 你嚇一斬腳 嘿 好,快點過去按停它 鏡頭冠比好像危險 是嗎? 是 在盾牌方面 它連這些全身盾都會有 你是可以自由控制兩個手 拿些什麼都可以的 你是可以這樣打的 雖然我不知道你會怎樣打 然後你不用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儲存在你背部那些東西 不如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背部有兩把劍 看到嗎? 這裡 有兩把劍 這兩個位都可以用來擋武器 若然你想用的時候就可以在你背部拔出來 就是這樣了 剛才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到了 我是可以 隔空取物的 是可以讓它回來 也可以去遠一點 所以這遊戲叫做Blade and Sorcery 就是這個 刀劍與巫術 是有這個傳統弓箭的 一把箱 放一把箭出來 放進去 剛才說到 它叫做Blade and Sorcery 巫術是不能夠少的 首先介紹一下電的毛術 電的毛術沒什麼用 在這裡電人 電到是麻痺的 火的毛術 火的毛術我都不覺得是大用途 雖然它可以做一個追蹤砲 用途就是鍾兒 對,用途就是鍾兒病 匪紅女夢 雖然它好像不會這麼出招 火可以怎樣用 原來你把火球 放進你的武器 就可以幫你的武器附魔了 因為有些穿鐵甲的敵人 它是鐵甲來的 所以你用一般的武器 是斬它不進 你附魔了之後 就可以插進去 這樣 這樣 現在是時候介紹一下 這遊戲最喜歡的部分 我下載了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就可以讓你不用再用左手 給火魔法的把劍用了 直接拿在手上 穩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 在那邊展示你真正的力量 小英命令你立刻解除鳳人 為什麼我要說這句 你跟小英這個名字應該解除不了任何封印 對 你不是小英 隨便吧 我這句已經很羞恥了 你明白嗎 打這種皮革人士 就算你把劍沒有著火 都一定砍得入 砍得入的 砍得入 砍得入 砍不中 砍得入的 嘩它撿了我的火劍 剛才扔出來的那把 喂 冷靜一點 大家看到它的新規格開始 覆蓋它的身體部分比較多 你可以看到 砍不入 哎呀 是怎麼砍的 盔甲 怎麼刺都 刺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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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要令它把劍 著火了 雖然它把劍現在都著火 搞得我有點不太帥 但是這樣就會刺得入了 OK 大家明白了 然後就要介紹另一個魔法 就是這個更新裡面最新的魔法 也是我覺得很好玩的魔法 它就是重力了 這個就是重力魔法 你可以這樣向前一推 那它就會向後彈了 這個魔法還有一個很屈的地方 就是只要你把兩個重力魔法 放在一起 在這個時候 若然你雙手一握 你就會弄了一個力場出來 在這個力場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零重力 看看由這個魔法 譬如你想抓住這個人的腳 那你就已經抓住了這個人的腳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操控住它了 這個時候 原來你用魔法 去抓另一隻腳是可以的 大家有沒有開始想到 為什麼這遊戲 我說我一定會黃紅Bell 準備了 我這個時候只要雙手一分開 那這部影片就黃紅了 繼續說一下這遊戲的物理系統 這遊戲的物理系統很厲害 你的手是可以抓住你的對手 例如抓住那個 哎呀哎呀不要打 抓住他的頭 你抓住了 那你這隻手 就可以打他了 可以這樣打他 升他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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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是這樣了 若然整隻的黃Bell 這樣玩的話 你刮就不是打他了 就是這樣了 VR遊戲裡面 一定不可以沒有的 就是慢動作元素 一滴 一滴 啊啊啊 若然你不夠別人打的話 你可以按慢動作 只要進入慢動作 你就是Quicksilver 或者閃電盒 看一下多慢 他們是完全催你不脹的 看著 嘩 空到飛起啊 在慢動作情況下 打人呢 是大力很多的 看一下這一拳 Upper Cut 嘩 嘩 他不會掉的 他應該會在這裡掉下來 看著 掉了 慢動作最有用的地方 就是可以讓你在空中改變 這個握武器的姿勢 那我已經說完關於這遊戲 所有基本上可以玩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關於Mock的東西 那什麼叫Mock呢 Mock就是不是官方的東西 是玩家自己去弄的 弄完之後就扔上網給你下載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 武士刀 非常之中意餅 那我最喜歡的 當然不是就這樣一發武士刀 我最喜歡的是 雙刀 雙刀是最好玩的 公本武藏 沒錯啦 公本武藏在戰國武藏裡面 普攻的招式 我是在這裡研究到會怎麼做的 首先 這樣 然後 當你的下手斬出去的時候 就上手斬下去 然後就會對你的手斬下去 然後就會變的 然後就會不斷變到可以連續不斷出招 而這裡的電腦 對這招是什麼辦法都沒有 我還學會了一個花筍 看著 是不是很帥氣的呢 剛剛是不是撞到 對了 你聽到的 就是如果刀劍刀 它是會有聲音的 如果沒有聲音的 那就是我成功了 那一刻是地下來的 一定可以斬撞它的 它真的沒有負 所有電腦對這招都沒有負 那這就是魔法師了 我最喜歡就是跟它們玩的 因為可以練一下眼界的 可以斬它的魔法球 走遠一點再玩過 喏 噢 中了 那魔法還可以弄什麼出來呢 例如 雷神之鎚 那這把鎚 它真的有色相感做過的 譬如你一下子把它拋出去 就算你去到很遠的地方 也可以這樣照它回來 當你舉起這把鎚 再叫老爸的時候 它就會送上電力給你這個鎚 老爸 不是這樣拿 老爸 風雲變色 一項內砍下來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雷鎚已經鑽滿了電力 在這個時候只要你把雷鎚扔出去 它就會炸開所有敵人 它就這樣打人就已經 它是跟足了電影裡面的設定 是不需要打的 這些魔法有時候真的很過分 但是你會覺得很好玩 你現在跟一個雷神是沒有分別的 是時候要施戰一下我老爸的力量 當雷鎚有雷的時候 你只要輕輕一揮 雷就會過來劈死你的敵人 當然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這個雷鎚是可以拚的 不過要自己手動拚 在這個時候 要人家扔鎚出來 雷鎚是需要自己攻擊敵人的 譬如敵人在這麼遠的地方 我亂按扔鎚 雷鎚 它是可以自己去幫你解決敵人 所以我剛剛意識到一件事 雷神是一個很空閒的人 當你的鎚 充滿電之後 按住你的Trigger 它就會向前衝 傻子 我的雷鎚 打算用火魔法打 如果你將你的鎚做向天的話 你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雷神 看東西 我來囉 我掉了出場外 哎呀 弄得又沒有臉 雷鎚並不理會不說隊長的盾 這個盾是設計得很好,同時也設計得很弱智 它有兩個功用 第一個就是若然你很快地打中近的地方 它會回來讓你抓住盾 第二個就是若然它受到巨大的衝擊力 它會有些衝擊波射出來 我們現在測試它第一個功能 它第一個功能是弱智 看來... 它是用來打自己的 身為一個隊長 好嗎? 你可以拿球盾,但首先要扣血 哎呀 第二個作用就相當有趣 因為若然它受到這個衝擊,就會射出這個衝擊波 所以我可以拿著雷錘 過來吧,過來吧 好 那若然你用人給劍 哎呀,好像我現在這樣被人砍中 不夠人鬥了 可以怎麼辦 可以開場 可以開場 可以開槍 這個開炮 火箭炮也可以有 這些人還沒出來就已經死了 好帥 不要啊 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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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要 瘋了 這把是彰合的武器 它是很帥的 因為它可以... 我好像變了狼人 但是無奈 現在是人要彰合的 超好擋 又好打 這把東西 你看 不怕它再砍我的腳 這把東西 原來它攻擊起來 又是拿機之刀 因為有太多刀印 一把武器有五個刀印 它處理會輕機 看不看 已經輕機了 好,各位介紹就到這裡了 這部影片就不要分享出去啦 自己看完就算了好不好 因為這遊戲經常出新模式 所以我經常都會保留一些模式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玩的 既然我現在拍完這遊戲 我將來開Live 都可以玩這遊戲給大家看 就是一邊... 一邊斬... 一邊斬... 那就可以一邊戰鬥 一邊跟大家聊天啊 那到時候... 我好帥啊 這個好帥啊 這個好帥啊 好帥啊 Live的時候 就會一邊玩這遊戲 一邊戰鬥 一邊跟大家聊天啊 原來VR裡面再發現有什麼新遊戲 那就再拍給大家看 記得訂閱我啦 然後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啦 原來想知道更多我日常的動態 可以考慮加入會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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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了剛才我的遊戲 哈哈哈 我好帥啊 Bye 好帥啊 好帥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